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古史之遗与近代之遗 那么这个遗迪 那么本来呢是中国的历代封建统治者 对于这个中国周边的一些少数的部族 或者少数民族 对于这样一些人的一些称谓 就是称中国周边的一些少数的部族 为这个遗迪 那么但是在鸦片战争前后 那么这个遗迪啊 它是有两种含义 那么一个呢就是古史之遗 古代的这个遗迪 一个呢是近代之遗 就是指的西方的这个资本主义国家 那么下面我们首先讲一下这个古史之遗 那么这个古史之遗啊 它是作为这个中华民族内部 与这个华夏啊 诸夏啊 相对应的这么一个族类而存在的 与诸夏啊 华夏啊 相对应的这么一个族类啊 或者一个族体啊 这个相对应这么一个族体来这个存在的 那么经过夏商周三代 那么原来呢就是生活在中下 这个黄河中下游一带的啊 以皇帝啊为代表的这些华夏族啊 他的这种族类意识 那么只有逐渐形成了 那么这一部分人往往自称自己呢 为这个夏啊 或者叫做华夏啊 或者叫做诸夏啊 那么或者也也把自己称为呢 叫做中国啊 那么他用华夏诸夏之类的这个名词啊 这种称谓啊 来区别区别什么呢 是区别于中国啊 这个中原地区的啊 周边的这些其他的一些部族 那么按照唐代的孔颖达的一个著书啊 那么他解释这华夏啊 他说什么是华夏呢 他做了这么一个解释 他说呢 中国有礼仪之大 故称下 中国有礼仪之大 故称下 有福章之美 故称为之华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中国呀 讲究礼仪 那么 讲究礼仪这些国家 那么就称作夏 有福章之美 就是中国人呢 穿的这个服饰啊 这个服装呢 他有服饰 那么这个有服饰之美 那么把它称作叫做华 那么按照上书正义 按照他的解释 他说什么呢 说是免服彩章约华 免服 免服什么呢 就是指的免的是冠冕 戴帽子 服饰服装 戴着帽子的人 穿着华丽衣服 有这个文士的衣服的 这样的人 那么叫做华 大国约夏 大的国家叫做夏 那么因此按照中国古代的一些 一些人的这种解释 所谓华夏呢 就是说 是一个伟大的文明的 这么一个国家 各种部族 那么这是古代人呢 对于这个华夏的一个理解 那么一般的讲 华夏族人 往往自称自己是中国人 中国人 那么这个中国人是什么意思 那么许慎 在说完解释当中 他做了一个解释 那么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夏 中国之人也 夏 就是意味着是中国之人 那么段玉才 他做的一个注释 是这样讲的 他说中国之人 这个中国之人呢 是跟谁相对应的呢 他说中国之人呢 是以别于北方敌 东方赫 南方满敏 西方枪 西南交 东方疑 就是中国周边的 有很多少数部族 北方的 我们把它称作叫做敌 是吧 南方的称作满敏 西方的称作叫做 这个这个枪 那么东方的称作疑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以往所讲到的 这个疑敌 是泛指中国周边的 一些少数的部族 或者民族 那么所谓疑 是专门指 居住在中原地区 东边的 这些少数民族 把他们呢 称作叫做疑 那么这个中国的 这个亚圣叫做孟子 孟子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 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顺 就是我们讲古代 姚顺宇 中国古代的这个先王 圣王 说这个顺呢 生于诸平 迁于腹下 足于明条 东夷之人也 说这个顺呢 他是个东夷之人 那么接着他又讲 说文王生于齐洲 周文王 生于齐洲 足于必赢 西医之人也 说周文王是西医之人 那么按照这个孟子的这个说法 那么古代的 是吧 很受人尊敬的 像这个顺呢 周文王啊 因为他们是出生的地点 不在中原地区 那么被孟子呢 称为叫做疑人 那么就这个情况 我们如果做一个分析的话 那么当时的中国人 或者华夏人 称这个周边的这些少数的这个部族啊 为疑敌 那么他首先呢 是一种从地理概念上 或者地域概念上 来做的一个区分 那么也说这个时候 人们称中国周边那些少数部族啊 为疑敌 不但有明显的啊 这种歧视的色彩啊 它是一种从地域方面的来做了一种划分 那么这是一层意思 那么第二个第二层意思 那么在中国的远古时代 是吧 那么由于人们生活的地域 以及呢 视野的局限 那么当时的人呢 不可能产生一个正确的啊 这个人类生活的啊 这个世界 这个原貌的这么一种正确的认识 那他就普遍的接受了这么一种概念 什么概念呢 就是天元地方的这么一个天下概念 那么伴随着啊 中国的这个奴隶制的这种形成啊 那么特别是啊 到了这个周代啊 那么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啊 这种天下的政治关系 是吧 这种理论体系啊 那么是逐渐的成熟了啊 那么人们普遍认为什么呢 认为这个周天子 他所居住的京畿地方啊 就是他的京都啊 这个地方 那么正好处在呢 这个整个天下 这个正中央的 正中央的一个地位啊 正中央这么一个地方 那么四周的这个华夏族啊 四周的华夏族啊 那么就是这个啊 一些诸侯国 这些华夏族的诸侯国啊 那么再向外啊 那么就是一些比较野蛮落后的啊 一些遗敌啊 是由这个遗敌所居住的啊 一些这个部落方国 那么这一点呢 在这个春秋公扬传当中呢 啊 他表示的很清楚啊 那么在这个春秋公扬传当中 有这么一句话啊 叫做内中国而外诸夏啊 内诸夏而外遗敌啊 就是讲到呢 这个中原地区的啊 天子在中央啊 再向外就是华夏的诸侯啊 那么再向外 那么就是各个地方的这个遗敌 那么各个诸侯国 各个部落啊 各个遗敌 和天子之间的关系啊 它是一种五福之治的关系啊 五福之治的关系 那么在这个地方所讲的五福 主要是这么几个几个福啊 那么也说国语当中的讲到的啊 那么国语当中呢 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先王之治 邦内殿服 邦外侯服 侯卫宾服 宜蛮要服 容敌荒服啊 讲到这么五个福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中国人或者华夏人所讲的啊 这个周边的遗敌啊 它又是一种从政治方面啊 从政治概念上做的一种区分啊 就是这些个遗敌和周天子之间啊 它存在着一种政治上的一种附属关系啊 就是一种政治概念的一种区分啊 那么这是第二个含义 那么第三个含义啊 是这样 那么长期以来啊 华夏族啊 就是中原地区 就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啊 这个中原地区的啊 这个华夏族啊 他所的 他这个这个自身的这种政治制度啊 生产力水平啊 或者说呢 他的思想文化 伦理道德 那么都是高于周边的啊 这些少数民族的啊 那么因此啊 这个华夏民族啊 向来是以什么呢 以礼仪之邦啊 或者礼仪之邦来自诩的啊 人家自己这些地方啊 政治制度很先进 是吧 文化礼仪很优越 那么而周边的这些少数民族啊 这些遗敌啊 被认为是什么呢 是一种背发左任的啊 一些未经开化的一些民族啊 背发左任 那么在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背发左任啊 就是从这个人们的这个服饰打扮上 和中原地区的人做了一个区分 那么中原地区的人啊 当时是叫做什么呢 那么当时中原地区的人啊 被称的叫做代官右任啊 所谓代官就是要戴着帽子啊 有冠冕啊 戴着帽子右任啊 那么这个任呢 就是衣襟啊 这衣服的衣襟啊 那么所谓右任呢 就是衣襟呢向右啊 向右去演啊 从这边往这边演啊 那然后呢 把这左边的衣襟呢 压在这个右边这个衣襟上啊 就像我们现在的衣服啊 基本上也是这样 是吧 这叫右任 那么而这个中国周边的这些少数民族 他是背发左任 那么所谓背呢 就是呸啊 呸发 我们讲一些人是吧 不搞这个梳妆打扮啊 劈头散发啊 那么这是叫背发啊 那么实际就是批发啊 那么左任啊 那么他的这个衣服呢 跟这个汉族就不大一样啊 那么他的衣服呢 是向左眼啊 就是呢 右边这个衣襟呢 盖住左边的衣襟啊 那么叫背发左任 也就是说披头散发啊 这个衣服啊 这个服饰跟这个汉族人呢 跟这个这个中原地区的人呢 那不同啊 那么把它称作呢 背发左任 那么也说这些人 是一种很野蛮很落后的啊 这么一个部族 那么在这个礼记当中啊 有一个王志篇 在礼记王志篇当中 说东方约仪啊 居住在东方的这些人 被称的叫做仪啊 说这些人呢 是背发纹身啊 披着这个头发 是吧 身上纹着这个花纹啊 画着花纹啊 有不火食者啊 就是他们不用火啊 吃这个生肉啊 那么很野蛮很落后了 是吧 那么在左传当中啊 那么也有这么一种记载啊 说这个戎啊 那么戎呢 那么也是中国周边的 一个少数民族啊 把他们称作戎啊 说戎 秦寿也 啊 就把他们看得像秦寿一样 那么国语当中 也有这么一种说法啊 说这个敌啊 这北方的啊 这些个这个少数民族啊 说敌 豺狼之德也 那么这是当时啊 在古代啊 人们把中国周边的啊 中原地区周边这些少数部族啊 成为叫做夷迪 那么这是古史之一 那么春秋战国以后 北方的夷迪就不断的南下侵扰 是吧 那么这样呢 就严重的啊 那么这个威胁着中原地区的这种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啊 一些华夏的政治家思想家 是吧 那么他们就开始特别强调什么呢 强调华夷之变啊 华人华夏和夷人之间是有区别的啊 讲华夷之变啊 讲呢 孙王攘夷 那么这鄙视啊 夷人的这种这种思想呢 那么就日益盛行了 那么由此可见啊 这个中国人或者华夏人啊 称这个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为遗敌啊 那么他又是一种呢 从这个礼仪文化概念上做的一种区分啊 就是你这个礼仪或者文化发展到一种什么程度啊 做了这么一种区分 那么前面我们所讲到了啊 就是古史之一啊 就是中国的啊 这个中原地区的统治者 把周边的少数民族称为遗敌 是吧 那么至少有以上我们所讲的这么三个层面的区别 那么尽管他有三个区别 但是他有一个共同点 一个共同的一个东西 什么呢 就是他是讲啊 中国周边的这些遗敌 都是比较野蛮落后的 而中原地区的华县民族 则是文明的进步的 是讲到华县民族和周边的遗敌之间啊 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是吧生产力生产力水平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啊 孔子是有自己的一些看法的啊 那么孔子对于以这个地域啊 就是你生活在什么地方 以地域啊 为标准来划分遗敌 那么他是很不以为然的啊 那么孔子曾经讲啊 他说呢 诸夏用遗礼则遗之 遗敌用诸夏礼则诸夏之 什么意思呢 就是孔子主张啊 以人们的这种文化礼仪程度为标准 来划分遗敌 来区分这个遗敌 说这个诸夏 如果说他的这个礼仪啊 很不好 用的是遗礼 那么就把它看作是遗人 那么这个遗敌 他是用了啊 这个诸夏的礼啊 用的是这个很好的礼 是吧 那么就我们把它当作这个诸夏来看待 就主张呢 以这个文化礼这个标准呢 这个发展程度啊 作为一个标准 来区分这个滑雪和遗敌 那么但是孔生人的这个说法 并没有被中国的啊 这些封建施大夫啊 完全继承下来 完全所接受下来 那么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主要是什么呢 是在秦汉以后 那么中原地区的这个汉民族 与中国啊 周边的少数民族啊 呈现出了一种不同的发展趋势 也就是说 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啊 这个地区 各个方面发展都是出一种先进的这么一个地位 而周边的少数民族啊 则是出一种落后的那种状态 那么既然是这样 中国周边的一些少数部族啊 或者民族 那么对于中原地区就产生了一种历史的认同啊 那么或者说 按照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话来讲啊 就是出现了一种啊 这种像话啊 像话的这么一种倾向啊 就是非常的向往啊 这个这个中原地区的这种先进的政治文化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古史之谊 那么下面呢 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呢 这个近代之谊 那么古史之谊呢 是中华民族内部的啊 相对于呢 华夏民族啊 华夏族而言的啊 这么一个组类 那么这个近代之谊呢 是作为与这个中华民族相对应的啊 一个外来民族的啊 对他们的一种称谓 那么在明清之际啊 西方的一些这个国家的这个商人啊 甚至包括他们一些代表团 相继来到中国啊 那么但是由于啊 这个历史的局限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啊 不了解世界形势啊 那么只是非常简单的比较了一下 中外之间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差异啊 那么甚至仅仅是看到了啊 这个中国人和外国人啊 这个皮肤啊 这个颜色形体上的差异啊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就把一些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啊 以及他们的商人都看作是没有经过恐懵教化的啊 不懂得理刚常为何物的啊 一些野蛮的人啊 把他们称作叫做话外之谊 没有经过恐懵教化的啊 话外之谊 那么因此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 对于从西方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啊 就充满了一种鄙视之感啊 就很看不起他们啊 那么甚至认为西方国家的这些人 比中国周边的这些少数民族 这些遗敌更加野蛮落后啊 那么很看不起啊 很鄙视啊 这个外国人啊 那么但是呢 进入近代以后啊 华裔之间的关系啊 与古代的华裔之间的关系啊 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啊 那么这个变化是什么呢 就是到了近代的时候 这个华夏啊 中国它还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封建的国家啊 是一家一户的这种小农经济啊 占主导地位的这么一个农业社会啊 那么它是一个中世纪的代表啊 那么实行的什么呢 实行的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而这个时候的遗敌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新兴的资本性国家啊 它是以工商业为主体的商品经济社会 那么这个资本对于国家 是吧 它代表着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方向啊 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 或者一个共和制 那么这是一个华夏之间这个内涵呢 发生了很大改变 那么另外啊 中国呢 这个时候还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啊 一个内敛型的国家啊 那么它臣服着周边的一些少数的部族啊 在东亚地区行持了一个中藩体系啊 那么说它很少带有一个向外扩张的素材啊 那么而这个时候西方的遗敌啊 那么开始操架着以争气为动力的这个船只 是吧 到世界各地啊 凭借着这个奸船力炮 是吧 远舍重洋啊 在世界各地呢 开辟它的殖民地啊 那么这个时候的遗敌 具有极强的对外扩张的色彩 那么在这个明末清初的时候啊 华夏和近代遗敌之间的矛盾啊 那么就突出的表现出来了啊 就呈现在啊 这个清朝统治阶级的这个面前 那么康熙帝呢 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啊 他忧心忡忡的 他讲这么一段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海外如西洋等国 千百年后 中国恐受其累 此阵溺料之言 就说他担心呢 千百年以后啊 西洋这些国家会给中国造成很大的危害 他说这是我一个逆料啊 我事先的一个预言 那么历史事实证明 康熙的这种担心啊 并不是己人忧天 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什么呢 就是康熙所说的这话啊 不幸而言中了 那么同康熙的啊 这个逆料 有所不同的是什么呢 就是康熙所讲的啊 这个西洋之祸啊 不是发生在千百年之后啊 一百年以后 那么这个西洋之后就出现了 那么更为不幸的是什么呢 是不仅中国是身受其累啊 而且是身受其害啊 可以说是创具痛身啊 那么最后中国呢 沦为了西方国家的一个半殖民地国家 那么在这个1793年 英国的一个特使叫做马格尔尼啊 来到中国啊 那么向清王朝提出了很多无理要求啊 你比方讲 要求英国商船可以在周山 宁波等地啊 进行贸易啊 要求清政府啊 允许这个英国商人在北京设立货站 啊 要求清政府把周山啊 一个小岛画给英国啊 供这个英国商人来停泊船只 是吧 那么要求在广州画一个地方啊 供这个英国的商人来储存货物啊 等等啊 也包括要求中国的海关啊 免征英国的货物的税啊 或者减征税 那么当时乾隆皇帝拒绝了英国人这种要求啊 但是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除英国人对华的群立野心 马格尔尼这次回国之后啊 那么他讲了一段话啊 那么这段话呢 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啊 也很值得我们去玩味啊 他是这样讲的 马格尔尼说 说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啊 船舰很大啊 但是已经破烂不堪了 他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默 仅仅是由于一般幸运的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持 而他胜过灵团的地方 就说呢 清帝国之所以胜过其他国家的地方 只在于他的体积和外表 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 那就不再会啊 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 这是马格尔尼啊 那么在这次出访中国之后啊 那么讲这么一段话 那么我们如果从历史的层面来看 那么在外国的尖船力炮的打击之下 是吧 中国内部没有一个有才干的人来领导中国 是吧 那么大清帝国失去了原有的距离和安全 那么这个历史事实 那么其实是这样 那么大清帝国啊 那么遭到了帝国主义 遭到了西方斯部里国家的侵略 那么封建帝国失去了原有的纪律 那么这应该说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是吧 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 但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 如果同时失去了应有的安全 就是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他的国家的利益 民族的利益将受到损害 那么因此 近代的质疑 对于大清帝国的这种影响 和中国古代的 古史之移 对于中原地区的影响 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古史之移 对于中原地区的影响 是中华民族内部 不同的权力 不同的政权之间的一种争夺 而近代之移 对于中国近代的 对于中国的这种侵略 它带有外国对中国的 一种民族的侵略 这么一种政治的一种色彩 因此呢 古史之移和近代之移 不可同日而语 那么鸦片战争前后 那么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 那么伴随着西方资本的国家 对于中国威胁的 这种日益严重 那么在中国社会内部 一部分官僚世代 就提出了各种的质疑思想 怎么样去控制 抵制外国群态 各种质疑思想呢 那么就出现了 你比方讲 以上质疑的思想 施疑质疑的思想 因祖质疑的思想 是吧 以民质疑的思想 以敬质疑的思想 等等 那么这些质疑思想 有一个先后的一个顺序 那么但是他又互相的交错 互相的影响 互相的渗透 那么这个不同的质疑思路 清晰的勾化出了 清政府质疑思路的一个变化趋势 那么清朝统治者 这一系列的质疑思想 那么虽然是他为了实现质疑目的 而采取的一些重要手段 那么但是这些质疑思路 从根本上讲 只不过是清政府 质疑的一个权宜之计 他不具备成熟性 更不具备这种完整性 是吧 也没有形成一个非常明确清晰的 一种外交政策 那么对于这个质疑思路 那我认为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从某个程度上来讲 这一系列的质疑思路 是中国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 清朝的统治阶级 为了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为了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他的一个应变能力的一种畸形的反应 就是说他这种质疑思路 他并不是一个清晰的 一个抵抗外国侵略的这么一种政策 而是一个权益之计 那么有关这个清政府质疑思路的 一些具体的内容 我们下次课 我们再接着再讲 感谢观看